今天我是新增社会面两例本土的无症状感染者 市区应急防控 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响应 全面开展流行病调查 相关人员排查 采样检测和防控管理 落实相关场所和环境的中卧消毒和防御措施 这两例阳性感染者已转移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医学观察 先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感染者一 男 29岁 居住于凤泉区金会镇梅园村 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该人员已全程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感染者二 女 57岁 居住于静安区紫江西路街道 新赵家宅 119号 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密接 295公里 均一个时隔离管控 其中 287人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居正在检测中 累计筛查相关人员 187759例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物品 和环境样本 281件 其中 8件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主要是为感染者一 所驾驶测量内的环境样本 其余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